台积电斥资120亿美元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 新建5奈米先进制成晶圆厂 台北时间7号清晨举行移机典礼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董事长刘德英和美国总统拜登等人都出席 谢谢大家在TSMC 特别是Morris Chang 在1987年发展了这个公司 但她最重要的是她的妻子Sophie 我告诉你 相信否则 Sophie在我第一次审计创办法 当我进行审议 TSMC在亚利桑那里投资40亿美元 最大的外国投资 在历史上 超过10,000建筑职务 10,000高科技职务 我想感谢大家在这个公司 为此发生 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厂 已经确定第二期建厂 两期工程总投资金额 大约400亿美元 是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 外国直接投资案之一 完工后 合计将年产超过60万片金元 终端产品市场价值预估 超过400亿美元 根据外媒报道 在苹果、超维和辉达等 美国客户的催促下 亚利桑那州厂启用时 可能会生产先进4奈米晶片 而苹果将使用该厂 大约三分之一的产能 今天, I'm proud to announce 一个美国国民党的美国 市民党的美国国民党的美国 当我开始 GSMC back in 1987 1987 I had a dream my dream of 25 years ago will now be fulfilled by Mark Dr. Maurice Chen You have a dream I am the guide to make the dream come true I need to work very hard 国发会主委公明欣 也以台积电董事身份出席 驳斥外界去台化的传言 台积电一定会把最先进的制程 跟最好的技术留在国内 所以现在台积电已经开始布局 1奈米的这个厂 在台湾做一些可能新的布局 而且台湾的厂 也会是全世界最赚钱的厂 所以请大家放心 没有这样的所谓的去台化的问题 台积电宜机典礼会集重量级人物 包括苹果执行长库克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超委总裁苏兹峰 和辉达执行长黄仁勋 驻美代表肖美琴 和美台商会会长韩如伯等人 也都出席 见证这场美国史上其中一项 最大外商投资案 M – 两枚 正连